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如今备受国人喜爱的音乐竞技类的综艺中国好声音2020也吹响了总决赛的号角 从这一期节目来看,比赛是异常的激烈 既然是比赛,肯定就会有人欢喜,有人忧 目前对于本季好声音冠军人选,想必大家都会觉得 从曹阳,山一纯,宋宇宁,潘红,八百四零这五人当中脱颖而出的 但是近日作为导师的星星峰却无意之间爆出了本季好声音的一段内幕 齐心通过了复合赛,将会参与到11月20号的总决赛 有望会成为最强黑马夺冠 昨日星星峰在社交平台上回忧应了 主犯部演戏一帅的时候也跟网友们谈记了 关于本季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候选人 这个星星峰表示,齐心是我今年最喜欢的学员了 比喜欢曹阳,贾一腾还要深 因为齐心各方面实力都很强,很有望成为最强黑马 节目组也觉得之前对不起齐心 所以这次选择让齐心复活 与曹阳,山一纯,宋宇宁,潘红,八百四零一起争夺总冠军 也是为了摄影明星吧 让观众看到节目组尊重齐心 所以选择让齐心复活 也为了在最后挽回之前失去的狗杯 为下一季做准备 从齐心复活的这个爆料来看呢 看来齐心独冠是稳了吧 我觉得节目组既然让齐心复活参与总决赛 那么很有大概率也会让他独冠的 以此来彰显节目组尊重选手嘛 让大家觉得节目组是很有良心的 好为下一季做宣传 而对齐心复活这个消息 其实也在小朋友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因为齐心值得复活呀 因为中国不该埋没真正的音乐人才 对于今年的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呢 大部分都是单音纯 夫系姚潘红这种一直唱情歌的 而齐心呢 这是精通摇滚 暗黑 抒情 民族等多种领域 可以说是有宝藏女孩的 目前华语乐坛 情歌太泛滥了 是需要摇滚歌手 坑大旗的 中国好声音也是如此啊 观众听听了情歌 期待齐心这样的英雄嗓 期待齐心震撼全场 期待齐心让全场热血沸腾 正好声音是个挖掘音乐人才的地方 不能够让齐心这种真正的 音乐人才受委屈 所以决定要齐心复活 让她参与到总决赛 争夺冠军 复活齐心正如新年龙所说的 是节目组为了摄影明星 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另外节目组之前 淘汰齐心呢 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嘛 齐心的不要为你我受冷风吹 尼可拉斯基本上每一次 都是让人眼前一亮 都是整场比赛最亮的心 尤其是尼可拉斯这首歌 改变之后的味道也太酷了 真是炸裂全场 如果说连齐心这样优秀的选手 都进不了总局3 那么下一期好声音 真的没法看了 所以呢 也看得出来 节目组对此进行了妥协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